全国跳水锦标赛 女子施米台再次迎来了神仙打架 当然陈玉希和全红蝉还是技高一筹 两人的表现没有明显失误 全红蝉的表现稍有瑕疵 最终获得亚军 陈玉希436.80分夺冠 怎么说呢 从预赛到决赛 实际上全红蝉都有完美的表现 但是裁判还是比较严格的 当然这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像是陈玉希和全红蝉 在国际赛场十分拿到手软 但在国内比赛 想要获得一个十分都很难 哪怕他们都做到了极致 全红蝉是一位比陈玉希上线更高 但起伏更大的选手 当裁判严格的时候 失去十分的全红蝉也就失去了最大的优势 输给陈玉希不奇怪了 赛后全红蝉有些失落 她的恩师和威仪太懂全红蝉了 上前送上的拥抱 并且安慰她 师徒两人的感情让人动容 散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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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散步